乒乓球 女子单打和男子单打半决赛 那么大家看到第一轮 第一轮的女子单打呢是由中国的李小霞 对韩国的老将消息拳手金景娥 刚才呢我们字幕上已经打出了李小霞在前面的一些战机 李小霞呢在这次亚运会的表现啊 可以说目前状态神勇 在亚运会比赛当中保持全胜 在昨晚的女双比赛当中呢 他和郭月是战胜了自己的队友 丁宁和刘诗文取得女双的冠军 那么他在单打的比赛当中呢 首轮是轮空 第二轮4比0战胜了塔吉克斯坦选手 第三轮4比0战胜了泰国选手 萨威塔布特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比赛 他以4比1淘汰新加坡的冯天威 为中国女单也扫除了最强硬的对手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先为您带来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情况 大家知道 金锦娥呢 在今年的拼超联赛当中和李小霞呢 是都在这个山东鲁能俱乐部 并且呢 帮助队伍拿到了女子团体的冠军 金锦娥可以说发挥相当出色 金锦娥在这个联赛当中 中国女队5个主力 她赢了4个 她战胜了丁宁 刘世文 郭月 而在中国观赛上 她还淘汰了郭燕 最终是赋予了李小霞 李小霞 李小霞这个运动员呢 她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啊 也是担当了这个中国女队第一号主力 并且她很圆满 很出色的完成任务 当然最后的这个单打也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单打的分量是最重的 李小霞反手 发球之后反手 用反手来抢了 这板球很突然 对方没有推下去 二边 加转 这个球金锦娥是砍了一板死转 因为李小霞在第二板冲的时候 她正好冲在了金锦娥的追身一点 那么金锦娥那追身的球 她发得上力 所以砍得很转 金锦娥呢是第一轮轮空 第二轮战胜越南的选手 第三轮胜了朝鲜的金重 四分之一淘汰了日本的平野早屎香 晋级到今天的半决赛 好的呢 ulsion 地雅鲨的正手呢现在是在发力这一下失误还是比较多 因为在刚开场开局的时候 如果对对方的旋转 包括场上气氛 了解不是特别清楚的话 不用着急去发力 想得分 可以有一些耐心 反手拉起来 正手甩 吸短 轻拉 反攻 反手发力 好的 金锦娥这名老将 她的最大的优点和特点 就是她的意志品质 相当顽强 其实她的这个自身条件 并不是太好 她消球比较僵 但是她就是能咬能扛 所以这种运动员 到了大赛 特别是消球这种打法 是最可怕的 越撑到最后 她越能给你顽强的顶 3比5 轻拖一把 反手 拉中间 好的 甩斜线 中国女队的教练 施志浩呢 这次是带领中国队 不仅在 女团上 3比0 完胜了新加坡 在单打上也是 频频 战胜新加坡的 对运动员 成了9比0 打成了9比0 战胜线 金敬娥今年是33岁 相当不容易 每年还是征赞在这个国际 包括中国国内的拼超联赛的赛场上 上 大家看到这是李小霞的两位教练 一个是山东拼语中心的主任乔云平 也是前乒乓球世界冠军 另外一名是李笋指导李小霞的教练 金敬娥是在搓中 突然拉了一个加转的红圈 李小霞反拉是拉到了板边 出现 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六平 几分咬得很紧 李小霞还没能打开这个局面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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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6 7 7 搶拉一把 拉斜線 李小霞現在在發力的這板球 他沒有使足勁 他很注意命中率 非常的穩健 這樣李小霞現在是8比6領先 放 他 加轉 發力斜線 直線 扣殺 拉 拉一把 再扣 因為這個大家看到改了這個無機交水之後啊 特別又是大球 像今天這種廣州體育館能容納一萬多名觀眾的場地 這對消球來講簡直就是天機 因為攻球的力量速度都減慢了 所以今天對李小霞的考驗應該說是嚴峻的 現在9比6 現在9比6 3 7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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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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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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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李小霞能够保持正常的发挥动作不变形 然后也不要发死力量 特别着急的想发力 那么这场比赛我相信李小霞还是比较上风的 对错 大家看到这是韩国女队的教练江西灿 她也是以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好